中部地區這兩天的氣溫都在十度左右,再加上連綿之斷的聽雨,在都市的朋友都待在家裡,使沉游的人大為卷少。 一些切死多道地區的農友們,卻因為雨而歡天起地,三公的夏田、三公,準備第一期水道插秧的工作。 據農友們表示,今年由於春雨沖沛,也更象徵著聰明的機兆。